12月11日 湖州交警翁苗奇 在處理一起事故的時候 發現路邊有一個 獨自行走的小女孩 邊走邊哭 晚上視線不好 車來車往非常危險 那麼女孩究竟遭遇了什麼呢 我們來看 小姑娘來 我們把你送過去 小姑娘 跟我 你這樣不行的 小姑娘沒事的 緊張住手把你送回去 好吧 我都是玩遊戲拿的 我學校的就看一下 小姑娘來 上來上來上來 我們在前面 我們看到小姑娘一個哭一個走 我們都嚇了一跳 對啊 她媽讓她回去撿東西 說南天這條路上無七八黑的 你說這個我們都怕 看看都怕 好了 小姑娘 姑娘 阿姨回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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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為交警翁苗奇點贊 不僅幫女孩將丟失的鑰匙找了回來 還將她安全送回家人身邊 在這裡也得提醒家長 孩子年紀小 家長在教育孩子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凡是要講道理解決問題 光靠爭吵怯氣與事無補 矛盾升級還會讓孩子接受不了 發生一些極端的事件 對於是要講道理解決問題 對於是要講道理解決問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